二世銀標題笨蛋倖存者 虎下去 這次比較有變化 不再是1234下去了 這集封面跟同時發售的GIGA封面加起來其實是同一張圖 彩虐中的四人以五秤珍惜虎杖 我們可以看到虎杖所部的變化 這個在之前也能看到 有可能是因為九箱圖的影響 從天使來看 作物是可以與獸肉體共生 雖然虎杖本身就有很強的抗性 但如果是共生就沒差 天使的情況是可攻對方使用術師 虎杖的情況大概也是一樣 故事 天使說要去襲擊眷屬 他們不能確定五條的勝利 就算輸了也要考慮接下來的傷亡 如果在這時眷屬跑來搞我們 那就完了 天使最終建議讓高羽去 那沒錯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他們在決戰之前就先這麼想好了 這裡天使有一個提示就是 他們的討論不可以跟高羽說 這有可能會對他的術師產生影響 然後天使開始說明高羽的術師 當然這裡是不需要再說了 我們讀者都已經知道 這裡的重點是為什麼天使會知道 這是因為信念天使能活著的關鍵 當時有提到說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高羽在旁邊 高羽講了一個段子讓天使活下去了 天使在當時就掌握了對方的術師 因為在場的人都不信任高羽 所以天使有必要告訴他們高羽的實力 來到對決 Gino發現他的術師都沒有用 他判斷對方可以將現象強制想像具現化出來 在這面前他千年的術師姿勢都派不上用場 但不管任何術師都一定有破綻 他這裡一句因為是卡通 所以沒事 來無視掉對方的傷害 這句話來自遊戲王 看來高羽已經知道怎麼做來避開傷害 這裡眷所高羽兩人稍微聊了一下 聊了一下高羽發現這家伙好像挺喜歡搞笑節目的 他就為了對方搞童話的原因 Gino說因為好像很有趣 今天他已經講這話第二次了 簡單說就是好奇心吧 然後高羽就是說那只要有更有趣的事情發生 他就不會再做這種事情吧 這一段有點像是魔倫普跟撒旦 撒旦問魔倫普你幹嘛殺人 魔倫普回因為好玩 後來撒旦就靠著他的嘴砲成功讓魔倫普不殺人 這時高羽開始搞笑 但被眷所直接邏輯反擊 這麼有邏輯的人對搞笑人來說非常傷 這是閃出一句話 和你一起做搞笑人一點都不開心 這大概是他過去的經歷 我們已經知道他過去當搞笑人並不成功 這時眷所發動攻擊竟然生效 看來數次的發動條件跟對方的親情有關 他必須一直堅信他說得好笑才行 他的能力是開關型的 就算發動過了 只要信心動搖就會關閉 果然要破解對方的方法 就是讓對方覺得自己很無聊 難怪前面天使要他們別去跟高羽談論太多話 就是怕影響對方的心情 高羽不想受到他影響 他說反正其他人覺得好像就夠了 不差你一個 他會這樣說就代表他對自己的術是有一定的了解 不過這裡直接被眷所反嘴 互相瞪眼搞笑他也輸 眷所的表情以前在2021年的番外篇柱子有畫過 只是這個人是虎杖 其實說起來這兩個人也算是父子 說父子好像也不太對 哲學來說應該是母子 番外篇除了武藏還有其他人 有五條 帳相 東堂 西宮 這裡高羽被一個素人屌裂 他忍自信心完全大傷 這是閃出的一句話 這是他出真場時有人對他的態勢 好像賣座的人有兩種 一直都很有趣的人 還有一種是一直誤以為自己很有趣的人 當時那個人就問了高羽你是哪種人 原本他以為是一半一半 但在表演的打擊後實際上是三七 高羽比較偏向後者 但其實這對他的術是沒有影響 反正只要他認為好笑就行了 可是對眷手這種邏輯擰壓對方 甚至是搞笑還搞得比對方強 還是一個素人的情況 他就必須真的好笑才行 但是現實就不是這樣 所以他一直安慰自己是很好笑的 結果就在倒地附近看到被殺死的 黃鹿屍體 這裡安排看到斯尼爾主要原因是想告訴他 這才是現實 你的搞笑也是 不然他的先進已經很糟了 又被打擊了一次 還沒完 眷手從後過來又繼續嘲諷 然後又閃出先前那句 和你當搞笑的人一點都不用去 但多了這句 我們都不覺得好笑 客人怎麼會覺得好笑 最後一句是問高瑜本人 他到底是為什麼想當搞笑一人 這麼看來下一話是回憶回囉 先來個回憶buff 然後再對付眷屬 我先來個回憶buff 我先來個回憶buff